跟他们家暴肚比起来 我更喜欢那个档口 点心啊 酱肉啊 种类都特别多 暴肚满了糖火烧 在我心里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我要了四个糖火烧 他给我拿了四个烧饼 哪天我高低得把那个糖火烧补上 豆馅其实还是不少的 而且他们家的豆馅火烧 层次做的特别好 不是很甜 但是他们家的豆馅会稍微偏干一点 有一堆堆的椰人 哇 那个白芝麻好香啊 这是一个我老公会跟我抢着吃的 甜口的小吃 应该好多人都看过 我妈妈做那个绿打滚吧 所以我没有买他们家的绿打滚 我买了年糕 豆馅脑的 我就喜欢一种 看得见颗粒的豆馅 像这个年糕它是蒸的 就一层层的铺上去 然后蒸的 所以这个豆馅它会更水润一些 不是很甜 然后年糕的这个白色的是 能嚼到颗粒的那种糯米 这个爱窝窝的好软呀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爱窝窝的构造啊 和那个年糕差不多 但是我看到柜台里只剩下这两个了 你没忍住把它给装上来 它这种爱窝窝呀 绿打滚啊 年糕啊 这些东西 就尽量还是当天买当天吃 这个枣火子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上面试试颗蜜枣 平时当个早点什么的也还不错 牛车饼 长得和我平时买的那种点心 店造成村啥的不太一样 外壳特别的酥脆 中间也是那种甜甜咸咸 带一点椒盐 还有一种麻麻的那种感觉 他们家这个糖尔的做的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不好吃甜的 然后我就又去了一趟 不仅买了糖火烧 还买了赌包肉和烧饼夹肉 嘿嘿 烧饼夹牛肉 食物 嗯 它是连筋呆肉的那种 但是瘦肉会偏多一些 颤椒不要放进去吃一口 绿了 我又都把它绿了 绿不进了 糖火烧 今天终于红烧了 有点晃 看看这颜色都看不见白面 还能看见红糖的颗粒 我觉得他们家糖火烧 没有以前放的料酒了 以前他们家那个糖火烧 把皮是脆的 而且油用的也比较大 还会掉槽掉渣的那种 还买了两个赌包肉 这下不跟蜂窝似的 哦 蜂巢似的 那个赌包肉凉着的时候 真是咬不动 虽然我觉得它热了一下 也不一定能咬动 还有骨头 这么大一块 不过味确实是还不错 你们可以尝尝 群众一个个小小的 这种酱滑子的直接能吃 好了 我要去热两个豆腺火烧了 拜拜 来天津怎么能不吃早点呢 中山门 这算是个小早市嘛 腰记炸糕 包炸糕的手这么快 也供不上 炸需要时间呀 烧饼加礼机 大饼加一切 主食的天下 大糖果子 从哪头走到这头 它这边确实有个餐 面包脑袋看见 Jonell不买的道理 哇 好大哦 这能买半个 它真的都是这现做的呀 哎 大炸糕 又酥又糯 没鸭都能咬 就是酥 买了一丢 甜食 去看看它对排到哪了 在炸糕门口吃 别的家炸糕 是不是不太好 哦 嗯 嗯 嗯 那一串 露点鲜 没有鸭 没有鸭 它这个空的好奇怪呀 我感觉它是不是没太熟 它里边那瓶 对 就是侧面 侧面 对对对 嗯 嗯 你得吃这个姐姐一会儿 嗯 这就更不行了 哈哈哈哈 我6点12来的 现在7点 过一咚咚 排了一个小时 哎呃 摆开看看 菜市场门口那个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油 哎它怎么是一坨呀 哦 哦 我烫的真身上牙床 上牙床 你能换一下 还有 这个桌上好满哦 果然就是那种 偏硬脆一点 我这不敢表现在 正对面有个公园 你们可以直穿过去 去吃那个顺巴拉面 刚才排队的大哥说 这家好吃 半个大脸吧 这么大个 一毫人呀 好多果仁 红枣 葡萄干 还有核 豆腐奶 嘎巴菜 香菜多多 麻酱多多 葡萄多多 保林斋的点心 黑芝麻是咸的 白芝麻是甜的 豆沙的白皮 一点点香油味 好饱好多 这好多 住在天津的小伙伴们 你们每天吃早点 要几点吃 看到那个扎糕太可怕了 一个小时排了 你们有打车去排队 买过馒头吗 宫门口他们家 真的什么时候 去什么时候排队 不过他们家的缺点 就是很多东西 都是凉的 所以我带回了家 热了一下 自然是要从 这个粘豆包开始吃咯 嗯 这里边有花生 栗子 紫薯 葡萄干 曼月 煤白好像是 还有好多 我分不清是什么的 豆子 就是料特别足 八宝年豆包嘛 它其实有点像 八宝粥用的料 就感觉是 把八宝粥裹在了里面 这个是贝勒豆卷 也是我每次都避满的一样 贝勒豆卷 它是用卷起来的馒头 里边都是这种 大颗的核桃 很完整 它的甜味主要是来自于豆馅 是实在的 干吃这个 有点 耶 豆包 一看见没有 我妈多好吃 豆馅是那种比较水润 能吃到豆皮的豆馅 豆包皮是那种 能看到一层一层的那种发面 大馒头 烤馒头 它是一种呛面馒头 你能感觉到 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吗 呛面馒头 就会比较有嚼劲 而且越嚼劲 像是那种 自带的 面的那种香甜 烤馒头 看起来会比那个 呛面的馒头 要大一点 但是重量上来讲 没有那么压手 这个烤馒头 可以算是 馒头界的点心吧 接触到舌头的那一瞬间 你就能感受到 它的甜味 不知道小孩 会不会爱吃这种馒头 这个压得有点惨了 我当时就被它 这个密密麻麻的 枣吸引 它用的红枣 都是去了核的 不过吃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嗯 枣是真的很多 但是它中间这层 好硬啊 又干又硬 为什么呀 再尝尝这个枣馒头 感觉像是红糖和 面 搏在了一起 中规中矩吧 想换个口味 尝尝的 也还行 春节想吞点面似的 可以去买 贝勒豆卷 粘豆包 嗯 大馒头的 其实也不错 烤馒头也还行 看你爱吃什么 当然了 我们家这个馒头啊 花卷啊什么的 就不用买了 嗯 别错 还有 上次去工门口 没看见这个 坚果卷 看那上面有好多的白芝麻 好像都是那个 红豆卷 烤了一下 感觉这个坚果 的确会更多一些 它是卷起来的 它只有最外边的那一层 是这种红豆馅 每一口都能咬到核桃 用的都是这种 大颗的完整的栗子 我还是偏爱 红豆卷会多一些 嘿嘿嘿 大口干饭 他跟我说 好长时间没有出来 吃过饭了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 去我们第一次 单独约会的地方 看看 实际 上回我们跟这吃完饭 转个弯我就喝多了 质子是这种 一篮一篮的 烤牛肉 这质子烤肉 就得整盘给它加不进 其实这个质子烤肉 有点像炒菜 等着肉都变色了 撒点紫然 我牛子牛 不得喝点小鸡 哈哈 刚才咱们做的就这个 对 一搭柱子 烤完牛肉 烤个百叶 其实这就跟水毛堵 不是七上八下吗 一会儿就熟了 烤完肾鼻子 得加热一会儿 吃两会儿 肉熟了 就得粘着生抽和 生菜一块吃 真的都不用站着 五花肉 很酸菜 五花肉 变成油了 就放酸菜 我今天要离锅远远的 哎 崩了 烤得焦焦的 整个生菜 烤馒头片 还刷了点油 土豆 也是马国味的 刘师傅给你做一个 质子烤肉 它怕 什么东西 啊 什么东西 柿子烤肉 配 馒头片的 中式 它怕粉 嗯 哇 怕不多了 就烤得一类一类的 你们可以试试 这个搭配 一口 对 就饭得好 正瓦的呀 石油的 啊 约会的 你们可以来这 吃一顿 就是 难道负责烤肉 你就踏实吃 就是了 嗯 嗯